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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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轻轻地将他揽入怀中 说道 不用怕 有我在 凤九靠在东华的胸膛上 淡淡的白痰香气将他笼罩起来 激动的情绪逐渐地平复了下来 东华又将凤九的盖头放下 打横抱起凤九回到他的住处 将他放到床上 当盖头再次掀开时 凤九看东华还依然满都是感激 他在等着东华为他解开身上中的迷药 可接下来 他的眼神就变了 东华并没有帮他解开迷药 而是伸手除掉了他头上的拆势 当金蓄拔掉 如黑色鸭语的一般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散下来 东华帮他理了理后 又将手伸向了他的腰带 解了下来 凤九瞪着东华 用眼神质问他 东华说道 你总不会想穿戴着这些睡觉吧 凤九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想让他把他身上的迷药解开 至于其他的 他自己会来 东华却不再说话 将他外面的衣裳也脱掉 当大红凤裙挂在床头后 看着凤九那称怒的表情 东华的嘴角向上勾了勾 凤九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他怒视着东华 却被东华无视 他亲了上来 并且把他压在了床上 凤九现在只能任由他施围 原本感激之情 全都随着他压上来而烟消云散 他心想这算是怎么一回事 他没有被希泽轻薄 却被东华压了身下 从认识之初 东华就总是能在他感动之时 成功地将这份感动化为怒意 东华数他的时候固然很是及时 但在占他便宜这方面也一向不遗余力 还好 东华只是亲了亲他 并没有进一步地做什么 他吹灭了烛火 拉过云被 搂着他躺下 一觉醒来 要力已退 凤九看着东华 虽然还是很生气 但他毕竟及时赶来数了自己 凤九还是很感激他的 最为难得的是 东华竟然没有以此作为要挟 让他感谢他什么 实在是少见 是以当东华让他为他梳头时 凤九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东华总是将一头银发睡得凌乱 凤九觉得他这个样子还是挺可爱的 他总是一副清冷无尘 高高在上的模样 这让他多了几分的地气 感激归感激 但还是要抱怨 凤九一边为东华梳着头发 一边说道 你以前不管做什么事 都不忘和我讲条件 说实话 这实在是有为神尊的名头 不够高风亮节 这一回你救了我 竟不和我谈条件 还真有些不太适应 这对你而言是一种进步 不过 你救了我 我无论如何都要感谢你 只是你教了我之后 竟不帮我解读 这好事做得实在是不够彻底 竟然还和我躺在一处 这又 东华打断他 我把你放在身边才安心 你总是乱来 我一眼看不到 你就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 我哪里有乱来 凤九不服气地说道 这次的事能怪我吗 我哪里知道 长帝如此 长帝他娘竟也如此 倒不愧是亲生的 东华说 和阿兰若交换身份 还跑到这里来要替人退婚 不是乱来是什么 幸好我及时赶来 要不然看你如何收场 一番话说的 风九是哑口无语 他只得辩解道 阿兰若是我的朋友 他有难处我 当然要帮 他也并未让我 缴了他这桩婚事 只是我想阿兰若 替我上学 我却逍遥自在 也应该为他 做些什么才是 那你要和陈夜私奔 又怎么说 东华冷冷地说道 谁说我要和陈夜私奔 凤九 皱石眉头说 是我约他不假 我约他出来 是为了告诉他真相 让他去找真的阿兰惹 结果都被你给缴了 我还得去找他解释 东华又一次打断他 你不必去了 我已经告诉他 你并不是阿当若 你已经告诉他了 什么时候 凤九惊讶地叫道 你很失望 东华从同镜中 看着凤九 我失望什么 凤九说 你告诉他也好 终归这件事 也得要感谢你 昨日你救我出来 我想阿兰若 与希泽的婚事 也算是彻底吹了 东华没有说话 待凤九为他系上护额时 他说 我想该把你的身份 告诉乡里去了 哎 为何要告诉他 凤九疑惑地问 我已经想好 婚事吹了 过两天就以继续上学为名 离开范英谷 让阿兰惹先上几十年学再回来 至于你和阿兰若吗 说是性格不合也可以 也可以用比一鸟族那条 不与外族通婚为友 总之没了关系 至于他和陈业的事 就让他们自己去办 或许可以让他师父莫少做主 将他许佩己沉夜 听着凤九的计划 东华又沉默了扮想 方才说 还是应该告诉一声 要是说了 那阿兰惹得婚事 风九说 东华拉过他的手说 这件事你无需忧虑 你也不用担心 李确会向你的父母告状 一切都交给我处理 处理好了 我们就去碧海苍林 你不是想看灵鸟跳舞吗 再者交给我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凤九是想去看灵鸟跳舞 以东华的能力处理这样的事 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 他也的确没什么不放心的 便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东华是如何对乡李确说的 当天上午 他们就搬出了阿兰惹的居住的那处小院 住进了乡李确专卫帝君准备的寝殿之中 乡李确对他也是尤为的客气 感谢他在书院里对阿兰惹的关照 还为长帝之事再三道歉 却根本不提他假冒阿兰若这件事 清化夫人大约因为昨天下药仪式 没好意思露面 只安排了几个侍女来帮他搬家 为帝君安排的寝殿布置得很不错 但让凤九不解的是 他们两个人却只有一间卧室 且这个卧室里寄红挂彩 床上摆着是鸳鸯枕 铺的是大红洗背 布置得如同心房一般 凤九觉得项李确实不是误会了什么 不过凤九并非什么娇羞造作的女子 她和东华都不知道同床共枕多少次 这次东华救她于危难之中 让她对东华的戒心是大大的减少 且范因谷与书院不同 本就与世隔绝 也无需顾及影响 就没说什么 茶茶也跟着凤九一起过来 因茶茶这几日已经和凤九相熟 既然真的阿兰若病没有回来 茶茶也无事 香李确就让茶茶继续服侍凤九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